郭忠祐,大陸 其實,很多災難,我必須講說 他幾百年來就是一定有颱風 幾千年來就一定有地震 那你人類,你到底是怎麼去 你知道他不是突然來的 就像我講,他每年都會煙 或者他每年這個地方就是會低震 那地震,像到現在也研究出來 他也不是說到處都很危險 他有他的斷層帶的部分 那这个人类都是可以毕掉的 那有没有去毕掉 这个新水区 那基本上 这在那个叫什么金帅 就是那个资本那个金帅 那是很勇敢的 它基本上在新水区 所谓经验是这样 那个地方 它盖的那个地方 就是上一次洪水来的时候 然后它是一个湾 洪水带来大量的泥沙 是不是就这么堆积起来 变成一个高潭 把那土堆高 然后堆高了之后 本来刚堆的土没敢去用 火的最强的土 堆这么高 十年 有开始去中路西 然后二十年第一间小房子盖上去 然后到了第三十年 看起来蛮不错的 然后就去把这间就盖起来 然后盖起来 那个正牌去发他建造 所以他为什么要告就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我是合法建筑 那你现在才跟我讲说 这是高 然后学者才挑战说 因为这是所谓的冲击 冲击的高潭地 是危险的困难感 那我要贴谁 是不是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要故意装迷糊 因为你当地人都知道 部落的都知道 这些集中所在可以做东西 但是不要出了 那你在外地人就是一定要做 因为为什么要做 因为你在那个整个地区 已经都炸满了 你想要在那边经营温泉半天 你只有往这些围检地方去 出问题了 就是说这阵子也错误 不当而攻城 然后这是在 这是在那个 民生村 那个这是八八 八八分分在民生村 民生村大烟水 不是带着那个土石流 然后他们的土石流很好笑 人家土石流 是从山上整个溢下来的 他们的土石流是从水都溢出来了 为什么溢出来了 然后我们去拍的时候 那个香冬鼠已经毁失灭迹了 为什么 因为怕人家吵 这条水溝 你现在看到的是这样 对不对 它本来上面是有架胎的 它整个 山从这边来 这样流下来 然后流流流 这边就是那个 那马下那条叫做什么 什么石 很大的那个石 水是整个让它这样冲下来到这边 然后 相当所干了什么事情 本来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摸自信 就是 不管你说 你是坐在上面 是摸自信 它为了要停车方便 它在这个树上面加了那个水泥盖 然后上面是不是就可以停车了 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说 你在这个山区部落里 到处都可以停车 路边都可以停车 你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加水泥盖 然后就停车了 我是觉得 这就是你工程就有钱赚了 然后你加了水泥勾盖出了什么问题 山上的水下来不会是只有水 它一定有石头跟树木 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边一定有一个入口 你这个入口 其实这样就已经很窄了 那如果你这样推的话 因为你上面是空的 是不是这东西得为止 为你 是不是它还不会塞 可是当你是一个口字型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看到没有 你挖开以后 这里面是空的 筋是空的 全部就堵在上面这地方 就是那个口的地方 因为你的这树木卡住以后 石头再满 你把那个塞满 然后泥巴再来 然后整个这个水溝就不同了 不同以后水一直来 然后就从这上面开始往村子里面 里面 然后整个村子 它不是说整个山这边的洪水 然后整个往村子 它是从这边开始移出来 然后往两边这样弄 山里面就要干这种事情了 很多的所谓的山区灾难 你不要以为真的是自然天灾 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地方 正如让你便宜工程干的保湿 然后另外一个在那个 另外在一个那个那个 吉路也是啊 村民是跟我们讲的 吉路的村子掉一半 在那个屏洞的一个吉路屋 村子掉一半 掉一半的地方刚好在哪里 就是他们村子也设了一条排水溝 你像人家这个排水溝 整个下来是不是这边直接倒回了 对不对 他们的排水溝很好笑 一半 不知道是后面没工程还是什么 没钱还是怎么样 做一半 然后水冲下来就冲到哪里 冲到村子的真中央 你一个村子 而且是在悬崖上的一个村子 你中间一半的地方一直在灌水 你那个水灌水之后那滴会变怎样 变暖啊 所以只要下面一有地震或一有什么的时候 整个就是掉一半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就 他们就讲了一句很好笑的事情说 一告几位你又不想为什么掉一半 他说不知道是后面比较脆 他说不是 因为水溝刚好做一半 所以前面是干的没有关到 土地没有暖化 然后后面都暖 然后那老师去看也发生是这样的理由 因为如果你是整个滑落的话 他是整个这样下去 对不对 可是他的风子是有这样的 那是什么 底线 第一位暖掉下线 这是不当然工程的问题 然后 所以我必须要 所以到这我来做一个解决 当我们在讲天灾的时候 你一直觉得说 是天 好像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灾案 可是我必须要一样去讲一句话 没有什么天灾 你现在所想到所有 所有气候 所有地质 那个本来就是地球 它在运动过程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有台风 有地震 你没有地震怎么会来所谓的造山运动 怎么会有你现在所站的陆地 你没有台风的话 其实世界很多的 很多的物种 很多东西都没有 你懂得是吗 其实 所以包括那个雨要下到哪里 或者有些什么 就是说所有地球的这些 所是生成的这些气候 跟这些所谓的地质变动 它有它本身的条件 它也造就现在地球的一些状况 人类 你至少说几万年 或说到后面的几百几千年 你怎么去跟这些灾害共主 其实应该是有智慧的 那不是啊 你还披披头跟它对撞 那我转去实在的话 你再撞也撞不了它 今天没有这么一个工程 你包括到日本到荷兰 像荷兰就是什么 它有什么浮动的水坝 我说一句实在话 你都没有遇到最大的 否则整个地球的这种大变动 地球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能量或是 不是你只能可以去抵抗的 ok 有一点可以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污染的部分 那我想污染的部分 其实是我们现在整个环境问题 其实这绝对是人有的 然后空气环境会几乎 就是这三个 工业部分 就在那个高雄 然后 就他们那边 那个高雄的绿色 绿色 那天台北港那边移出来 红色大概都是在整变 或者是 然后那些被青绿的 可能就是电渡工厂 那上面一层有五彩的 那可能就是 总是那些什么 废机油那些 河就搞这样 然后 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种河一旦泛滥的话 那把农田就倒了 或者是 不要说泛滥 你那个农民 不小心去抽到这片水 去灌溉你那个农田 他就完蛋了 很多乡下的农民就这样 然后 他们也很悲哀 其实农民他们不太很久 他们甚至于 很多像高雄地区 这种工业是下游 下游地方 他们找到水 除了中底下水也不安 那农民农地要水 农民农地要水 农民农地要水是要开电的 那个电飞是营业店的 他这样开他也是很散 所以他逼不对 他有时候还是要去冲水 那要怎么冲 大雨过后 他觉得水冲得比较干净 他去冲水 然后问题是 水真的冲得比较干净 没有啊 可能是咽不出来 那这样讲比较难 咽不出来 这就不是他在吃 这只能在吃 我们在吃 对啊 但是工业的污染 然后农业其实也有 你看这个 出卖没有啊 这在那个湖底的花 我记得那个花 喷到多重 然后 这是朋友 这是朋友 然后 就是去参观那花 然后他就是在种这些 那个托斯菊啊什么的 太阳光的声音 然后 旁边聊西流 然后我说 哇 在那个湖底里聊的 就在公共里面 没有一个西 西人不要玩 然后我就说 欸 那我没有人去玩 然后他就说 没有人家了 我说为什么 我说没有啊 那个荣耀 全部都到西里面来 我们真的不会去那边玩 那我 我才了解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农药 喷在植物上土地上 当然是 你看起来是留在那里 可是一下雨 全部都往西里面洗 全部都往西里面去 虽然很多很多农业区 传统农业区 你去他那个 你去那个水沟里面 你找不到任何生物 你连一只青蛙都可以 因为 那个本身水都是带 带农药的 然后好几年前我记得就是 就是到越野 然后我那时候对农业 因为我真的刚跑不是很熟 然后农民 那时候他在做有机 他在讲他们的水很干净 然后他就一直拉我到那个田边 那个西边 然后就去挖 去挖那个西 不是西啦 那个算是那个 也是那个水郡的那个淤泥 那个泥沙 挖起来 然后有那个 辣 然后一直叫我跟他说 你看辣啊 我说辣啊 很平常啊 辣啊有什么 他说没有啊 我看这一年长迷二十年都看不到 我说为什么 他说那一种 一种农业啊 然后 你只要有点农药 其实他有很多生物在里面 他就没办法喝 然后后面 后面开始就是说 农药 他们那个区域 农药已经没有再使用 或介绍使用 那个生物就慢慢回来 我是不知道稍微自己去放养 还是说这样就用回来 然后像很多 像很多农民都很喜欢这样 不过也是 有一些是 应该也是真的啦 就是会跟你讲 他农药里面有鸟 有蟲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 什么 昆虫会做窝 就是 再跟你讲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农药里面是非常干净 没有土 有些真的啊 但是有些也是 我也听过那个笑话 城市人 开始流行吃有机 然后大家有口耳相傳 一个诀窍 说菜上面要存住 才是有机的 对不对 大家有一种观念 然后这观念很快 就流出不到相处 他就讲说 本来土切人 认定有没有有机 是要看那个 菜上有没有存储 他想说这很简单 那他就养一些虫 然后要出菜的时候 反正就是 美农 那个美农放几只这样 然后他咬 咬几个洞 这有啊 有菜到哪 真的有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 OK 那个 好像讲这个时候才有趣啊 农民很可怜 可是农民为了赚钱 他也会想做很多的方式 就去把钱赚回来 那你只能说他有时候 又可恨又可爱 那但是赚回来就是像 这次这个 山拉屋这种 我觉得那就是 真的太可怜 好 然后就 那 那 那么 没有